星期三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之后 香港抗议者继续示威 坚持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这一场持续了三个月的抗争运动不是香港的孤军奋战 遭遇在全世界引发回响 具体详情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萧宇来介绍 萧宇 支持民主自由的人士正在以各种方式 向香港的抗争者展示团结 那么在美国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多名的政界高层都已经为香港发声 他们对港府撤回逃犯条例的草案表示欢迎 同时也呼吁香港实现真正的自治 在民间 星期一波士顿举行了波士顿连接香港之路的示威活动 示威者收弯手组成人链 除了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外 他们还呼吁要平反六四 那么同样在星期一 海外的维吾尔人也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举行了声援香港的活动 欧洲方面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目前正在中国访问 在与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会面后 他在记者会上呼吁要和平解决香港问题 并且强调中英联合声明仍然有效 这也是德国多个党派希望他此行能向北京传递的明确信息 在民间一天前几十名旅居德国的香港人在总理府前举行了示威活动 他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 亲爱的默克尔请与香港站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听听集会的参与者怎么说 我们想请默克尔女士首先在精神和行动上支持我们 她正在访问中国 她可以为我们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这样的暴力是不可接受的 违反人权是不可接受的 违反新闻自由也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我们还要求德国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售武器 那么这个星期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 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 呼吁北京信守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 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美国金的专访时 也说台湾经历过威城时代 所以知道拥有自由民主和法治是多么的重要 每当看到中国政府或香港政府侵犯这些基本原则时 台湾就会直言不讳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星期香港中治的秘书长黄之锋 也是到访台湾 呼吁台湾民众以街头行动来表示 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支持 在亚洲的其他地方 日本 泰国和流亡印度的藏人 也都举行了小规模的圣人活动 上周末在澳洲城市悉尼和墨尔本 再次举行了支持香港的抗争的活动 那么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个月中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一些城市 有一些开着豪车 挥舞着五星红旗 嘴里喊着乌言 会语的一些小粉红 也举行了自己的集会 支持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这些小粉红少了很多 世界各地大部分的集会都能顺利的举行 基本上没有这些所谓的极端爱国主义者来撒场 那么更多声援香港的集会已经在酝酿中 这个星期六的下午 纽约市将举办守护台湾自由的游行 今年的游行除了继续呼吁要国际社会 不要将台湾边缘化 那么还将邀请港人 藏人和维吾尔人 共同参与抵制北京的压迫 此外呢波士顿也将在九月的每个周末 举行声援香港的集会 下周一 瑞典斯德哥尔摩呢 也将在市中心举行集会 展示与港人的团结一致 届时会有瑞典议会的议员到场并讲话 以上就是记者目前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感谢萧宇发回的连线报道